八十一 《大公報》 《大二千畫作顯親情》 2015年7月4日文化 B06文藝動證張凡作為二十世紀中國繪畫史上最偉大的畫家之一 張大千的作品和藏品每一次亮相都會成為一段佳畫 近日 北京康時 龍美術館共同主辦再續佳畫 合作在戶推出《十得真寶》 張大千獎女心碎藏品展 近百見涵蓋張大千及門人 同輩大家的精品力作和張大千使用過的文品 皆由張大千獎女張心碎珍藏多年 從家人視覺全面還原了大師的藝術人生和父愛親情 其中張大千本人作品有四十一件 張心碎小名《十得》 學名張麗 張大千獎女 家族中排行第十 一九二七年二月出生於上海 為張大千而夫人黃營素所生 他後來與大風堂同門師兄蕭建初結婚 張心碎之所以為張大千研究者所屬之 是因為在張大千眾多的兒女中 他最受中愛 也最能揣摩老虎的心意 最知體貼 上女珍藏公開亮相專家表示 張大千的藝術水平和價值舉世供應 但內地對他的研究還欠缺 這樣大規模舉辦張大千家人珍藏的專題展覽 有助於推動學計和公眾對張大千的深入了解和研究 主辦方之一的北京康時董事長董國強介紹 從與張心碎和他的子女接觸到策劃這次展覽 直至最終成事 用了三年多時間 張時候人現基本都居住在海外 能夠把珍藏的大師作品和物品拿到國內展出 也是他們長久的心願,所以大家都非常支持 在展廳入口 並沒有直接懸掛張大千的畫 二事部資料一面由三十二張黑白照片組成的照片場 雙女士大師與家人、門人、友人的略影 擺放在中間顯眼為止的是張心碎提供的合影 那時1963年 居住在內地的張心碎獲准附港探望父親 婦女倆在香港東方藝術商館影像留念 戀戀親情在老照片中向人默默掃說 而此次展覽 也成了張家後人一次難得聚會 張大千長女張心碎 愛孫女蕭代文、蕭尤家、蕭蓮 愛孫蕭志明、愛孫女細趙傑綠等親屬後輩都親臨現場 《愛孫女蕭志情默河陷喻一幅淡雅的默河士本次展覽的海報主徒》 也是張心碎最為喜愛的作品之一 一徑莊蛇的荷葉迎風而立 其備護之下的一火花骨朵自願卻無立 此畫作於1981年張大千八十三歲高齡時 讓人動容的事 這幅作品是居於台灣的大師會就後託人大級長期居住內地的女兒 作品上方將大千提詞透露的愛女之情令人動容 誰說這不是老父親在陷與愛女之情 十女心碎與老父別十六年 遠來百得願省事 匆匆別有十八年 內環不甘乃不得見 世亂如此 能有團聚之日否 而念及此老類中患以 奈何 奈何 這幅畫創作兩年之後 張大千與世長詞 已在展廳中 何影也不止一處 每見都能體現大師的愛女之情 展廳的一角 玻璃廚窗裡有一件旗譜 上有大師手繪的荷花圖 這是張大千一九四九年的作品 先於白段上作畫 再請財鳳馮濟 據張深邃回憶 父親總喜歡在繪畫上做不同嘗試 繪圖於白段之上也是嘗試之一 當時父親繪了六件荷花旗譜 其中五件都是白荷花 畫面略絲花青汁綠 僅以這實珠沙點染花裡 唯有贈與深邃這一件用了顯眼的陽紅勾炎 這樣的手繪荷花和略大天然米色的白段搭配 即便在金人看內也不顯過時 而旁邊展出的一幅荷花圖線更是雙得益章 此善是張大千與愛女分別十四年後再相聚時畫的 張深邃從巴西探視父親後回國時 在香港停留期間 爭去拜訪張士超 或張士超為此團線提師留念 雖然心得父親中愛 但因歷史原因 張深邃與張大千也爭兩地相隔多年 即使是大師先誓台灣 子女們也只能在香港及海濟拜 如今談起這段往事仍不能不令人稀虛 而長期居住內地 經歷過文革 也讓張深邃保存的珍藏顯得尼足珍貴 董國強介紹 經過與張深邃和親屬門的反覆商議 策劃 決定把張大千及門人 同輩大家的精品力作一同展出 分成四大板塊 全面還原張大千的藝術人生 家庭生活及社會關係 並從父愛、自有、師生等多角度 揭開一段鮮為人之的往事舊情 大千與擇自愛親憑大千世界主題回序 張大千重要創作奇精品和張深邃珍藏的家書等 全息張大千卓然的高雅之峰和欣欣的愛女之情 自愛親憑主題呈現張大千所藏張善媽、李秋君、謝字柳等自有同輩佳作 從側面見證張大千的時代人生 大千與習鮑羅大千弟子、子女及其後人的藝術佳作 重點展示張大千之女世蕭建初 女兒張深邃及兒子張保羅等人的畫作 再現《大風堂神魂》 《大風堂場物》主題特別展出家屬珍藏為物 包括其生活用品和歷史照片 以及其沾養大師以遵發景的藝術世界 這些作品形最了大千先生的師女之情和對於孫貝的總愛 每一幅畫作 每一個子女行間都透赤爛農的情意 中國的傳統道德最根本的就是血濃於水的家族親情 我相信所有人看到此次展覽都對此心有體會 董國強坦然 婚女聚散離合幾十年 如此感人之心的故事應當傳遞及更多的人 張深邃在展覽開幕式上也動情表示 我的弟弟妹妹在海外已經六十多年 作為大姐姐的我 希望她們日後也能夠把她們的藏品帶回國內舉辦展覽 也希望我的這個願望能夠實現 該展覽於上海龍美術館西岸館展至7月12日 《大公報》記者張凡文 圖 《大公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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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報》